我们不生产段子只是新闻的搬运工 各位吃瓜群众们大家好 我们为您网络全球最有趣的新闻段子 欢迎收看在每周日晚上7点30分播出的神吐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12月18号 我是主播丽娅 过签证它其实是个概率的问题 而且可能还会涉及到你信不信用 那中国人很愁这个过签证的问题 印度人也很愁 那根据彭博社报道 印度繁华大都市金奈就有一个神庙 经常能够看到信徒双手合十 眼睛盯着神庙里面的印度教神灵 甘尼石的雕像 那实际上呢 在几十个过来拜拜的这个人当中 有一位印度男子 他们就说啊 大多数人的都是为了祈祷同样的目的 那就是祈祷美国签证面试 能够顺利成功 那这名男子呢 是在面试就业签证的前一天来了 听说这个神庙飞上灵啊 就过来拜一拜 那他说十几年前我来到这里就是为我兄弟的英国签证祈祷 两年之前我是为我妻子的美国签证祈祷 他们都成功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神庙就可以叫做签证神庙了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能够拜拜成功的 那在过去十年当中呢 这种签证寺在美国签证申请者当中的受欢迎程度激增 几乎在任何有美国领事馆的印度城市都能够找得到他们 他们通常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是社交媒体获得关注 那在神庙里面呢就有些信徒分享了 他们在今内的美国领事馆签证面试顺利的故事 而且呢回到神庙还要来还愿 比如说呢一对印度夫妇 他们来到了这座1978年建造的印度神庙 他就说啊多年以来这个神庙就开始有了好的信誉 很多想来求签证的人都会来这里拜拜 结果在求祷之后真的成功了 而这个庙呢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啊 也有在全国各地兴建的情况 像2009年一个人呢就是重建了这座戏庙 并且呢是在寺庙的正式名称当中把签字这个词都放进去了 他说呢这些成功故事有的是很感人的 访客有的时候会在家门口停留 感谢他的家人可以保持神庙的开放 那么丽雅呢就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呢 哎我王东瑜投定了哈 像这样的签证神庙咱觉得北京上海广州都可以来一个 没准香火还是不错的 说起到普京执政了20多年 大家第一反应呢就说他的领导力非常的强悍啊 普京他是骑过熊的啊 这样的个性呢是让全球的世界的各地的人都会打开眼界 而且呢每次普京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会自带BGM 不够言笑 目光犀利 前额有些秃头个头不高 但是身后跟着一群啊 气场没他强大的保镖 每次都有点黑社会大哥出场的模样 好像说他一出来周围的空气都会凝结 克格勃咱不是白当的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以大哥风范试人的硬汉 他特别喜欢医美和威整啊 严格来说呢叫做医美医哥或者是医美达人 整体来说呢其实政客他都会做一些医美整形啦 那多年以来呢普京也并不例外 他的脸上都集中了各种各样当时最流行的微整文化 所以呢如果您是对微整有感兴趣 都可以来看一看普京他面部做了哪些年轻化的改善啊 有优点有缺点 可以从他的脸上找一找 那么从他多年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70岁的普京哎面色红润 而且痰润如婴儿一般 居然没有什么皱纹啊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他是满脸的皮态和满脸皱纹 现在呢是没有皱纹了 但是他好像有一点点没有表情 那专家就说这是要归功语 一个非常昂贵的医美的技术 那么有传言说 普京其实最爱打的就是肉毒杆菌 从2011年开始 他就没少打肉毒杆菌来减少脸上的皱纹 当时呢普京出席了一次会议 大家惊讶的发现怎么他脸上有一块瘀伤啊 瘀伤之如此之大 以至于记者都看到了这个事情 还把它当作是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那当时呢他的发言人自然是不能说出真相 堂堂异国硬汉总统怎么能够暧昧呢 不符合普京的人设呀 于是呢发言就说啊 哎是光线的问题啦 总统脸上并没有瘀青 那么有一说一 我们每次都看到过一些玻尿酸填充的情况 那之前呢从女明星上的玻尿酸填充居然也在普京的脸上看到了 像普京的什么类沟啊 苹果肌啊 还有颧骨这些位置实际上都有填充 还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啊 2014年他应该也做过填充 当时呢是索期冬奥会的时候 他刚好是与30年的结发妻子柳德米拉离婚之后 做了一系列的医美项目 之前可以看得出来普京好像有点憔悴 太瘦了 脸型轮廓有些凹陷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填充物的确可以让普京变得更加年轻 轮廓也显得更加饱满 好 看12月13号广州广东一名女子的程序员男友送了她 叫奢侈饼项链让她觉得哭笑不得 是由布洛芬和莲花轻温组成的防疫项链 男友呢是姐把胶囊穿起来做成了项链 这个吊质是莲花轻温 而且呢女子还发现馅料上配了一个珠子 令网友羡慕不已 说这么昂贵的项链 现在是跑了好几个店都买不到这些药了 来看段视频 2022最新款奢侈链项链 陈雪儿男友送我的第一个东西礼物 布洛芬加莲花轻温 她给我配了银猪子 再让她感觉自己一气火车 ampf 溢 最近张亮影在评论区里面透露说 因为怕影响自己的跨年演出状态 所以趁这两天有病 有时间养病的时候 就是探望了一窝小洋人 去故意感染新冠 他表示自己什么都准备好了 于是还真的开始发烧 嗓子痛鼻子痛全身痛 头晕昏顺一天一后 什么都没有症状了 最后发现湿疹都好了 皮肤也不干了还变瘦了 期间只喝水吃维C都没有来得及吃药 太奇葩了吧 为了演出主动的感染新冠 目前张亮影评论当区的网友 都已经流言被删除了 因为网友觉得是说 有很多人他们是没有这样的 一个资本可以去在家养病的 但是明星现在说 为了演出主动感染新冠 显示自己好像很敬业 但其实也是出了不少人的心窝子 12月15号 根据浙江多地民众目击说 这天空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颗 疑似陨石的物体坠落 并且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16号有记者就前往了疑似陨石坠落的地点 这个地方是位于在浙江省的京华市浦江县的 潭西镇的山村造访 那回忆起15号的这一幕 这村民依然觉得非常的离奇 村民陈庚花就说了 这个当天18时的时候 他和村民在隔壁村散步 天空当中突然凸现一场白光 随时发现了砰的一声巨响 这陈庚花第一反应就是坏了 煤气爆炸了 于是他是匆匆的赶往家中 在经过沿村公路和村道岔路口的时候 陈庚花就看到这个公路上有块大石头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有点避免交通啊 万一压着谁怎么办 于是呢一脚将石头给剔开了 那赶回到家之后 他发现啊这个煤气也没有泄露啊 天空那声巨响是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他算是放心了 那到了晚上7点 陈庚花得知 隔壁村有人捡到了陨石 他想到那个大石头 说会不会是那个石头啊 但是随后呢 他去了隔壁村的时候呢 才知道原来那个被他一脚踢走的大石头 真的就是陨石啊 那陈庚花对记者说 当时他踢他的时候觉得他还挺沉的 摸着有点温热 闻着有点铁味 用吸铁石也是能够吸得住的 那么邻近的茅店村的城头村 是更早公布发现疑似陨石的地方 在城头村记者同样看到了一处 疑似被陨石砸出的坑啊 当地的村民的王英来捡到了一块长度约8公分 重量近0.36千克的一次陨石 那居民的捡到陨石 好像呢是和当天浙江天幕当中出现的耀眼光芒相关 但具体是有多相关 还是要看进一步的检测结果 12月16号辽宁沈阳 冲突车司机听说有卖退烧药的 正拉着客呢 直接把乘客扔到车里 下去抢药了 这乘客郭先生就说啊 司机呢提说 哎我少收你五块钱 你等我一下 我要去先买一趟药 到附近之后呢 没有发现有停车位 结果呢司机就说 你来开我这车 你来开我这车 扔下车就跑了 后来排队要两个小时 这药也没买成 真是太难了 开一半 司机跑了 帮我俩搭车 然后回家 上车就说 老弟我能先去趟药店吗 朋友有发烧的 没有普通体通 然后刚才群里发通知 说那个中型那块有卖的 我给你俩扫搜 我以前你能让我去一趟吗 然后到地面之后 然后那大哥说 哎呀这边停不了车呀 后来说老弟能开车吗 不行你开一下吧 然后后来说不行 车没有保险 然后说停到边 然后到边地面待去 啊死了 然后说不管了 就扔那扔那就跑了 大哥回来的时候 刚好不是说人太多了 得拍俩点 眼就眼就把车停了 然后我刚才说 大哥你把车停俺家路下 然后你打车去不就完了 大哥嗯也是个招 后来说打车去 好了那么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有趣好玩的新闻素材 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喜欢我们的节目话 就希望你点赞订阅评论并且分享 我是丽雅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